我不是刚回文达吗 想看一下公司的账目 丽总只要想看 那随时都可以看呢 但是这个事 你干嘛找我呀 是这样 您看您认我这个代理董事长的职位 但是郝林总监 只认您啊 不得不说 这个薛明涛和郝林 在这造假账簿上 花了不少的心思 那你现在既然已经认定 他们做的是假账 那之后我们要怎么应对呢 李志成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工厂监督文化系 好像选举的事 他并不伤心啊 是啊 没有什么特殊的举动 老师说 放空一切 留下的都会是最重要的 空出来才能吸收新鲜 其实也好 放空了 只留下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很荣幸受各位董事的委托 好 宣布这次投票的结果 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数 均位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所以很遗憾 这次投票 无效 怎么了 庚老师 其实当初立总找我合作的时候 他是非常有诚意的 他想把薛明涛做成婚纱 给他心爱的女人表白 我刚才在整理旧屋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件婚纱 我就不知道 应该把它交给谁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历史先迟到去世之前 都没有向那个女人 表白自己的心意吗 好像是这个意思 你回头召集一下 YFNC国际推广的那些骨干人员 我们马上要开个会 可是这个 估计得董利总回来吧 你不说我还真差点把它忘了吗 不是 我说你是不是诚信跟我作对 赵总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不 今天既然大家都讨论 那我就给我什么说什么呀 刚才的问题我在门外都听到了 我觉得赵总说得非常地重肯 就按赵总说的去办 你这招真的是太硬了 这招可不叫硬啊 这招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们如果不做亏心事的话 我这招根本不好使 我们产的衣服怎么没商标啊 这质量这么差 什么时候产的啊 这件衣服是刚从温达的生产线上下来的 要不是林浅提醒我YFNC的品质下降 我们都被薛明桃蒙在鼓里 果真像你预料的 这只老狐狸终于露出尾巴了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事 一击必重